好 接下来到真心话大冒险试课 到底这个搭档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来请八位观察团的朋友来猜一下 这个如果觉得是小胡的男友的 请用感叹号 如果觉得是小胡的兄弟 请用问号 好吗 可以吗 来 3 2 1 请表态 下面的都认为是男友 上面的认为都是兄弟 看来6070还是单纯一点 8090还是遐想连篇一点 来 小胡请介绍一下你身边这位 是你的男友还是你的兄弟 是我的爸爸 是我的爸爸 我们刚刚仔仔细细听了一下 爸爸去哪了是吧 爸爸爬走了 你刚才说这是我爸爸的时候 我们分明能感觉出一种骄傲 我觉得我爸特别棒 比较帅 今天女儿到现场来 显然这个告白是与自己的父亲有关 是的 想问一下为什么到这个现场来向父亲告白 生活当中一大把的机会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做过不懂事的事吗 很小的时候吧 爸爸之前一直在文明演出 在武汉 然后那时候 生活特别 心动压力特别紧张 然后我在姥姥家上学 然后平常爸爸就是会两三天打一个电话给我 然后有一次打电话 我一天打了好几个 就是说 找你舅舅 我说我舅舅出去了 我说爸爸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我同学都有我没有 然后我不知道 后来那个我爸才说那个 快去找你舅舅 我真的找你舅舅有事 然后后来我哥哥跟我说 武汉那个时候下了大雪 爸爸跟哥哥在银行门口蹲了一下午 就等着舅舅给他汇钱 交房子 这一个爸爸跟女儿说要舅舅汇钱 特说开不了口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不想让她知道的太多这些经济上面的压力 就太心疼女儿了 是不是 两月 一天七月 二天 未经济 第二个τούоне 在战蜓 可兽 警察 没空 有声 二 caus 听 distort 由来